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进站 工厂大门等都是较单纯的记录 后来电影才被故事所占领 虚构被看成一种更合法的艺术手段 反而纪录片显得不那么电影了 纪录片会天然的比虚构的故事更加写实 但也不要认为贴上纪录片的标签就一定是绝对的真相了 纪录片也是人用镜头拍出来的 镜头也不过就是个巨型的框框 只要你打算去表现什么 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真相的选择 我们每个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世界的 纪录片同样是传达一种对现实的态度 今天就盘点十部我个人很喜欢的纪录片 都是篇幅不太长的 那种系列具体量的暂时没法讲 我尽量涵盖的领域多一点 比如科普 自然 运动 音乐 人文艺术 甚至是犯罪题材我也挑了一部 中外都有按照出品时间顺序排列 大千世界有明有暗在镜头下都可以震撼心灵 让我们开始 天喜的鸟2001年作品 如果要选一部最喜欢的自然类纪录片 那我会毫不犹豫的选这一部 它不是常规旁观式的纪录片 拍摄者为了与鸟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付出了巨大的新力 前后600多人的团队 耗资4000多万美元 整整忙活了三年 足迹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地区 拍摄后鸟们的洲际迁徙 绝大部分都是实拍 某些镜头加了一些后期 为了尽可能的消除鸟儿的戒备 战人组从鸟刚刚孵化 就开始培养感情 还经常陪着鸟儿飞行 以取得他们的信任 让其不再惧怕人类与机器 这才收获了那些让人叹为观止的镜头 就像电影开头导演雅克贝汉说的那样 这是一个关于生存与承诺的故事 每年春天 成群结队的候鸟 都会跨越几千公里 飞到水草丰美的北方 产卵觅食 然后秋天再飞回南方过冬 这种循环往复的迁徙 被大自然的选择力量 固化在候鸟的基因里 成为终其一生的本能 候鸟们飞过平原 山谷与沼泽 当然还有人类的城市 过程也非一帆风顺 经常途中会遭遇死亡 但为了生存 向前的动力永不停歇 贝汉在表达这样一种思想 活着 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自然是一个很苛刻的老师 除了壮阔美妙的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千禧的鸟的BGM原生 在法国配乐大师布鲁诺库列斯的精心打造下 同趣与气势兼备 光听这些美妙的音乐 就足以值回票价了 特别是Nick Cave创作的片尾曲 To Be By Your Side 让这个摇滚老炮也温情了一把 听风的歌 2007年作品 选这部纪录片完全是我个人的私心 因为太喜欢Siguras乐队 从1997年到2005年 这支冰岛本土乐队连续发布了五张水准超群的唱片 唱着小众的不能再小众的冰岛语 一跃成为世界级的后摇天团 在经历了一系列忙碌的巡演后 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出发地故乡冰岛 开了几场演唱会 这些演唱会完全免费 事先也不做任何的宣传 能不能听到基本靠缘分 乐队的名字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胜利的玫瑰 他们取得了世界性的胜利 这次回来可以说是一次精神寻根之旅 他们将这次佛系的巡演定名为黑马 在冰岛语里的意思是在家乡 在家里他们不再需要去迎合取悦媒体 完完全全的脱掉了大明星的标签 做回自己 冰岛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是名副其实的地球边疆 四面全身海 一共才30万人口 还没有北京回龙观的人多 真正的小国寡民 但30万人口却拥有90多所音乐学校 冰岛的音乐传统沉淀了上千年 是融在学业里的 再小的镇子也会有唱诗班 诗歌会 儿孙唱的歌 爷爷奶奶年轻时候也唱过 从而在世界乐坛上 形成了独特的冰岛流派 这里特殊的自然地貌 让他们的音乐呈现出 缥缈孤绝的特征 Digros的音乐 就像冰岛遍地的火山一样 平静的吟唱之下 有潜藏的力量 再加上主唱 Johnsy独一无二的假声 全球只此一家 别无分号 除了乐队自我的演绎 还有与冰岛当地艺术家的合作 他们在山间 在朋友的家里 在屋前歌唱 事先并不告知 有时听众有上千人 有时就只有家人好友 有没有美光灯与贺彩 并不影响 Cigros的音乐表达 我放一段 大家品一品 一封关于父亲的信 2008年作品 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 导演科特·库恩尼 本来只是想拍一个 缅怀朋友的小短片 却没想到 见证了一场 本可以避免的人间悲剧 安德鲁巴格比 出生在一个幸福的美国家庭 从小母爱父爱都不缺 性格温顺谦逊 在朋友圈里 人缘很不错 就是对自己 微胖的身材 有点小自卑 导演科特与他是发小 科特年轻时拍过一些小片子 安德鲁经常出镜客串 甚至有点当喜剧演员的天赋 在从加拿大的医学院毕业后 他回美国进入一家医院 当实习大夫 他就都找到了 可以寄行终生的职业 在2001年11月6日这一天 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公园附近 有人发现了安德鲁的尸体 他身中五枪 当场毕命 父亲大卫与母亲凯特 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 直接崩溃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28岁的儿子会死于非命 一切证据都指向了一个 叫雪莉特纳的加拿大籍女人 就在不久前 他还在与安德鲁交往 朋友们都不太明白 为何安德鲁会对这个大他12岁 离过两次婚的女人如此迷恋 但好在后来二人分了手 但11月5日 他突然出现在安德鲁的家门口 后来安德鲁就失踪了 第二天尸体被发现 雪莉说他那天都宅在家里 但随后警方调取电话记录 证明他在说谎 这个取证的过程花费了两个星期 这期间雪莉回到了加拿大的纽芬兰 并于几天后在那里被捕 但诡异的是 这个一级谋杀嫌疑犯 竟然被非常轻易的保释了 更狗血的是 两个月后 雪莉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说他肚子里怀上了安德鲁的骨肉 听到这个消息 安德鲁的父母马上变卖家产 奔赴加拿大 是要夺回未来孙子的抚养权 不能把他交给一个神经病杀人犯母亲 与此同时 导演科特决定拍摄一部纪录片 缅怀老友 想让这个孩子在出生后 知道自己的生生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也就是片名 一封关于父亲的信的由来 科特跑遍了所有安德鲁 生前待过的地方 采访了他的同学 同事与好友 最后一战到达加拿大纽芬兰 此时孩子已经出生 取名扎克瑞 为了大孙子 大卫与凯特只好强忍着狮子之痛 与雪利特纳勉强相处 加拿大的司法系统效率极其缓慢 只是被引渡到美国受审 就要走漫长的手续 而且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潜在的杀人犯 竟然又一次轻易的获得了保释 法官认为他不会再危害社会了 但是就在保释后的两个月 悲剧发生了 某天雪利带着一岁的扎克瑞失踪 几天后 他们的尸体在海边被发现 大卫与凯特陷入了暴怒 就因为司法系统的暗章办事 不分轻重的保护所谓的罪犯人权 让这个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上演 这部本来要等扎克瑞长大后 再给他看的缅怀短片 成了父子二人的复告 随后大卫与凯特控诉 加拿大司法部门草菅人命 两人的抗争后来还写成了一本书 呼吁完善儿童庇护法令 但悲剧已经无可挽回 可以说小扎克瑞成了过度政治正确的牺牲品 神秘的混沌理论 2009年作品 这是由顶尖专专业人士讲述的科普片 这个光头大叔叫吉姆埃尔哈利利 是英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同时嘴皮子也利索 常年从事物理学科普 混沌理论复杂艰深 但他讲的深入浅出 看完本片 我这个文科生也好像看懂了点端倪 片头吉姆教授就抛出了一个大问题 人这种复杂的有机体是怎么出现的 一堆无生命的物质 如何组成能跑能跳能思考的人呢 神秘的混沌理论 是用类似基传体的形式讲述 几个科学英雄轮番登场 他们都试图揭开宇宙的终极奥秘 首先是冥满天下的阿兰图灵 他不光发明了计算机的雏形图灵基 还发布了一篇研究形态发生学的论文 在没有统一规划调度的前提下 个体单位体现出了明显的自组织特性 图灵相信这种自组织现象 都可以用数学公式加以阐释 他的野心甚至要找到人类意识是如何生成的 不过图灵因为性取向问题被英国人搞死了 几乎与此同时 前苏联天才化学家别洛乌索夫 偶然发现混合溶液在震荡下可以自动变色 在微观上形成非常有规律的纹路 间接证明了图灵的自组织理论 但对于这一发现 主流科学界并不认可 因为这将会颠覆牛顿力学体系 宇宙应该像一个运行精密的钟表 如果所有个体的运动都能用数学表达 没有理由输出的结果会不可预测 到了60年代 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斯提出了著名的蝴蝶效应 用实锤证明了 无论对于气流有多么精确的计算 依然不能完全准确的预测天气状况 此后所谓的混沌理论 才被主流科学界逐渐承认 特别是计算机学家曼特波罗 发现了分形现象后 这种看似混沌的现象才被厘清 这个极度复杂的世界 连来都是由最简单的元素 一点点拼合起来的 而且像生物的进化一样 不可预料 没有方向性 吉姆教授做了一个简单生动的实验 来诠释混沌理论 混沌理论对于想要追求 世界终极真理的科学家 也许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即使你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还是无法精确的判定结果 但我觉得这倒可能是个好事 无法参透这个世界的终极奥秘 会让人类对世界 永远充满好奇与敬畏 海豚湾2009年作品 这是一部非法拍摄的纪录片 电影开始弄得很神秘 夜市尽头之下 每个人打扮的就像是去执行 刺杀任务的特种兵 导演说 我最初是打算正常打身体的 但是在这地方待了几天 发现不太可能 就只能来岸子了 导演口中的这个地方叫做太地丁 它位于日本本州 近一半岛的最南端 是个只有3000多人的小镇 出到这里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热爱海洋生物的地方 镜头里 这个遮头壁面的老人 名叫理查德欧巴瑞 他曾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海豚训养员 其主持的电视节目 海豚的故事家喻户晓 让观众越来越喜欢海豚 但讽刺的是 这却成为海豚的噩耗 人们的喜爱 本质上是一种需求 于是大量海豚被捕猎 很多几年内就会死去 欧巴瑞后来认识到自己在作孽 你看到的是欢乐 而这些表演者们在饱受痛苦 海豚对声音非常敏感 海洋馆的噪音 会对他们造成日积月累的伤害 到了一定程度 他们甚至会自杀 欧巴瑞决定结束这一切 这么多年 欧巴瑞一直在为解救海豚而奋斗 数次被捕入狱 这次他与纪录片导演 路易·皮斯霍斯联手 要揭露世界上最骇人听闻的 海豚屠宰场 泰迪丁的真面目 日本有悠久的捕金传统 这个岛国除了海里的东西 啥资源都没有 所以捕捞业极其的发达 近些年 日本的捕金被国际社会轮番抗议 有所收敛 但同为金类的海豚 却有意无意的被从保护名单上划去 泰迪丁每年都会捕杀数以千计的海豚 三面环山的泰迪丁就像一个屠宰场 少数天生励志的海豚 被高价卖给全球的海洋馆 挑剩下的就被杀掉吃肉 这事儿泰迪丁当地人讳莫如深 对外来的拍摄者极为警觉 甚至不惜以武力驱逐 欧巴瑞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他找来了一批能人 潜水员 摄影师 甚至还有好莱坞的道具师 帮忙打造假岩石 一切只为拍到海豚湾里屠杀的画面 以作为抗议的证据 海豚湾除了题材劲爆以外 剪辑手法也极为老道 甚至有点像类型片 叙事与节奏都引人入胜 在一系列的猛操作之后 欧巴瑞的团队终于拍到了一手影像 那个被海豚的血染红的峡湾 极具视觉冲击力 欧巴瑞自带电视机 跑到国际会议上去打脸日本代表 成为整部影片的高潮 海豚湾获得第二年的 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篇 但它也激起了极大的争议 反对者说 导演刻意忽略掉了日本方面的主张 只挑对自己有利的素材 把泰迪丁的人塑造成了纯反派 关于海豚肉有剧毒的论述 也不够科学严谨 失去了中立客观的立场 关于这一点就只能见仁见智了 福生一日 2011年作品 这是个很有古运味道的片名 执意过来就是一天的生活 而这一天并不是饭纸 而就是明确的2010年7月24日 2006年的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 而是个人称代词 You 那一年向YouTube Wiki MySpace等用户分享类网站兴起 You就标志着个人在信息时代的崛起 几年后 由著名导演雷德里斯科特 与凯文·麦克唐纳牵头 联合YouTube网站向广大网民发出邀请 希望他们能用任意的影像拍摄设备 记录下2010年7月24日这一天的生活 题材内容不限 想拍啥都行 再由主创团队挑选 最后从8万个短片 4500小时的素材中 剪出这部名为 《复生一日》的记录电影 这应该是电影史上 参与创作人数最多的一部作品了 里边一水的普通人 绝对的原生态 电影按照时序排列 从7月24日的凌晨开始 有熟睡的婴儿 与路边快乐的醉汉 接着雄祭一唱天下白 全世界开始了这平凡 而又不普通的一天 在这一天里 你能找到人类世界里 所有的生老病死 有在生命终点 增扎的老人 也有还在母亲肚子里的婴儿 青年第一次刮胡子 儿子跟母亲请教 怎么泡妹子 有人求婚 还有骑着自行车 环游世界的韩国小伙 他们在不同的文化下 说着不同的语言 或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奔波 或忙着炫富 但扶生一日 并不完全是碎片化的 除了时间 他还有几条暗线 比如人们会回答 几个相同的问题 比如你现在的口袋里 放着什么 最喜欢什么 以及最恐惧什么 有人在纸醉金迷 有人在苟言惨喘 爱与仇恨都是真相 这些个体的 群体的 琐碎的 宏大的画面 构成了这个极度复杂 令人目眩神迷的人类世界 火在故宫修文物 2016年作品 这部三集的纪录片 是为故宫博物院 成立90周年的县礼而拍摄 由叶军与萧涵指导 它是关于文物的 更是关于匠人的 在普通老百姓看来 文物就是博物馆橱窗里 看到的样子 仿佛他们天然有 抵御时间侵蚀的魔力 这部纪录片告诉我们 在这些文物背后 站着一群为之默默劳作的匠人 修复文物是一门千年传承的手艺 以前被叫做弓 有了他们 文物才能跨越时间 熠熠生辉 第一集讲的是金属器 钟表与陶瓷 第二集是木器 漆器 镶嵌与织绣 第三集是书画 修复文物是一个极为复杂 又无法塑成的工作 钟表组的王金师傅 与其徒弟是仅存的两位钟表修复师 康庸前三位皇帝收藏了上千座钟 他们大多在库房里藏了百多年 二人终其一生 也修复不完 陶瓷组的王武胜 正在修复一件唐三采的马 由于破损严重 他甚至要研究马的解剖图 工作量不亚于重新创作一件艺术品 一件看起来灰秃秃的漆器 漆面竟然有一百多层 为修复它们需要亲自去采漆 老祖宗的手艺百年千年后 仍然让人叹为观止 而修复它们也成为一种特殊的荣耀 由于职业特殊 修复师大多都是采用师徒制 又较稳定的传承 选择了这一行 大多都会做一辈子 片中除了能近距离的看到西式珍宝 还有师徒们的家常里短 他们没有血缘 却胜似亲人 修复技术百年传承 但并不是一成不变 比如现在就可以边修复 边用谷歌眼镜拍照 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 我们是一个非常善于 将感情注入器物的民族 修复它们的过程 就像是在与千百年前的祖先对话 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寂寞的职业 文物修复师们上班的地方叫西三所 这里曾经是紫禁城的冷宫 它们的工作 首先需要耐得住寂寞 几十年如一日的埋头苦干 换回修复成功一刻的巨大喜悦 它们是真正的择一世 终一生 四个春天 2017年作品 这部纪录片是讲民俗生活的 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 电影先是在first电影节 拿到了最佳的纪录长片 导演陆轻易将镜头 对准了贵州家乡的父母 讲述四个春天里发生的事 全片基本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 直接的花费就是几千块 上映后虽然排片很有限 但拿下了过千万的票房 这在纪录片中是难得的好成绩 别看花钱很少 但这个片子的门槛是极高的 就是时间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钱搞不定的事 那应该就是时间了 你投入再多的钱 也没法让时光倒流 那些转瞬即逝的瞬间 没有记录下来 没了就是没了 陆轻易的家乡独山县 地处贵州省前南 布衣苗族自治州 是一个只有30多万人的小城 第一个春天标示的是2013年 其后是导演陆轻易 从北京每次的回家探亲之旅 他们家有拍家庭录像的传统 片中最早的影像是1997年 父亲拿着老式的磁带摄像机说 上一次全家聚在一起过年 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四个春天里没有什么家国大事 最多只是作为一个时间的标识 大多都是家常里短 过年坐薰肠 放鞭炮 母亲为儿孙坐鞋子 父亲摆弄乐器 上山采薇 东春交替 似曾相识 燕归来 这个春天里除了家常小事 还有一个大的戏剧点 就是姐姐陆轻伟的一年早逝 姐姐的死 与她生前快乐地唱着 老电影卢声练曲的插曲 形成强烈的对比 云贵前三地 是被音乐滋润的土地 中国最好的歌舞片 什么刘三姐 五朵金花 阿师马 都是源自这一地区 片中的音乐 是一个重要的元素 母亲亲情好了 就随口来一段 父亲会各种乐器 其中竟然还包括 很冷门的剧情 她在野外哼唱的那首 关于战友的老歌 让片子一下子具有了一些家国情怀 真是羡慕这样一家子 这才是真正的爱的教育 母亲自强乐天 她对儿子说 人到了任何时候 都不能失掉独立生活的能力 父亲对儿子讲 我每天为家里多做一件事 虽然只是装电灯 修板凳这样的琐事 但其中充满了爱意的表达 这样的生活 不是书本上的乌托邦 而是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 至情至性 苦与乐交织成生活的模样 让人感受到世俗生活的大美之境 徒手攀岩 2018年作品 这是一部全程让人手心出汗的纪录片 特别是最后20分钟 真正诠释了 什么叫用生命在拍电影 无神所保护徒手攀岩 被称作世界上最危险的运动 死亡率高达50% 他对选手的心理与技巧 都是终极考验 稍不留神就会坠牙身亡 真正玩的就是心跳 阿里克斯·霍诺德 就是徒手攀岩的顶尖高手 当谈到为什么会喜欢这项运动时 霍诺德的回答 有点看破生死的意思 徒手攀岩的主线 是霍诺德攀爬 位于加州幽山美帝国家公园内的 酋长岩 这是一处几乎垂直的巨大岩壁 高达914米 号称攀岩界的珠穆朗玛 还没有人可以徒手登顶 登上他是霍诺德长久以来的愿望 2015年 导演金国威夫妇找到霍诺德 打算把他爬酋长岩的全过程拍下来 爬这么高而抖的岩壁 即使是对霍诺德这样从小练攀岩的大神 也是个空前考验 在近两年的筹备期内 他将酋长岩分为几段 带着安全绳逐一攻破 这期间他从饱受伤病 交织着失望与沮丧 而且他还有个女朋友 我真心觉得他这种每天热衷于玩命的人 不该谈恋爱 对人家女孩太残酷了 前面都是铺垫 后面20分钟的徒手攀爬 才是真正的高潮 那一天导演与摄影师在各个节点埋伏好 动用了无人机等设备 尽量不发出响动 打扰到霍诺德 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意味着死亡 之前训练的时候都是戴着安全绳 观众也有个心理缓冲 现在突然来真的 真是有点受不了 当拍到最难的一段时 紧张的连导演都看不下去了 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高强度跋涉 霍诺德成功地拍上了酋长严顶 同学们霍诺德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学习 但这项运动本身 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模仿 美国工厂 2019年作品 最后聊一聊我今年印象很深的一部纪录片 题材就很有趣 讲一个中国公司去老牌资本主义美国开工厂的故事 主人公是中国服药集团的董事长曹德旺 而本片的制片人名气更大 是现任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与他媳妇米歇尔 2008年的冬天 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 通用汽车位于俄亥欧洲戴顿式的工厂倒闭 告别会上的气氛都很伤感 这意味着有上千个家庭将失去生活来源 2014年 服药集团的掌门人曹德旺 决定收购通用的旧工厂建立生产线 把事业的工人叫回来开工 服药的主要产品是汽车玻璃 玻璃在运输中极易损耗 通用福特都是服药的大客户 离客户比较近 能极大的降低成本 曹德旺在美国办工厂的事 吸引了导演史蒂文·伯格纳尔 他是戴顿式本地人 长期聚焦劳资关系话题 曹德旺最初是想让伯格纳尔拍一部宣传片 但后来经过沟通 曹德旺说 我的工厂为你无限制的开放 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想采访谁就采访谁 我绝不干涉 工厂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美国人不像中国人 大多都不存钱 事业几个月就要断吹 下岗职工们都想给曹德旺逢紧棋了 宣讲现场就拿着简历应聘 此时的服药 已是全球最大的玻璃制造商之一 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服药投资 给了一大堆优惠补贴政策 甚至直接把服药门前的马路 改名成了服药 曹德旺也很清楚 中美文化之间有差异 所以新工厂的高管 大多都是聘请美国人 也对赴美的中国员工 进行文化培训 曹总说 开工厂不光有经济目标 还有文化层面上的意义 中美之间刚开始 确实有一段蜜月期 中国工人教美国工人 如何使用设备 关系颇为融洽 美国人甚至还邀请中国工友 去家里烤肉 并带他们体验了 在国内无法感受的项目 比如去实弹打个把 但还是出问题了 由于语言不通 培训并不总是很顺利 对话经常驴唇不对马嘴 美国的工人被通用 养得太舒服 效率缓慢 也没有中国工人细致认真 并开始对工作环境不满 抱怨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甚至连美国高管 也吐槽了一把自己人 说美国工人太烂了 所以我跟你说 美国员工就是太烂了 接下来是最大的挑战 工会来了 工会认为 服药工作环境恶劣 待遇不公平 对服药提出了11项投诉 从进入美国开始 曹德旺就拒绝工会组织加入公司 他认为美国的工会会降低工作效率 直接影响企业的利益 美国的工会已经是势力非常庞大的利益集团 美国三大汽车厂的衰败 工会真是鞠躬至尾 在美国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工会越强大的公司和行业 工作效率往往更低下 服务态度也更差 曹德旺并不是反对工会 而是反对美国式的工会 他认为这是对企业的合法绑架 他说服药可以为员工职系亲属 负担医疗费 还曾为员工的孩子重病 买单200万 他共推崇这种有难大家帮的温情模式 而不是动不动就停产闹罢工 为阻击工会 曹德旺请来了专门的反工会组织 以毒攻毒 你看连工会都是有产业链的 经过一系列操作 在投票中 服药大获全胜阻击了工会 并邀请十位优秀的美国员工去中国 体验中国文化 帮他们更好地融入服药 美国工厂的结局 有一些黑色幽默的气息 服药决定大力引入自动化机械 在不久的将来 美国工人可能不再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已经不再需要工人了 强者在懈怠 弱者在紧追 怎样保持国家的持续繁荣 这算得上是一个普世性的大难题 不过想想也挺公平的 没有永红的强者 谁也别想永远躺着挣钱 人类社会会在这种你追我感中 保持长久的活力